三国乱世 群雄割据 最终位属吴三国鼎立 形成一个平衡的态势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 最终夺得天下的却不是三国中的任意一个 而是魏国的太尉司马懿的后人成功窃国 建立晋朝 国作154年 公元420年 刘宋开国皇帝宋武帝刘豫称帝 国号为宋 史称刘宋 刘豫登基之后 没有像以往的皇帝一样 做一些类似大赦天下的事情 来给自己脸上贴金 而是痛下杀手 下令全国诛杀司马氏一族 如此残暴的举动 却让百姓们非常爱戴 这司马家族究竟做了什么事情 落得如此天怒人怨的下场 可以说 司马家族从司马懿一开始 就是一群讨人贤的人 诸葛亮七出其山 带领蜀国大军北伐 都是被司马懿所阻拦 如果司马懿是凭借智谋 和诸葛亮交锋而取胜 那人们自然不会有所偏见 可司马懿是凭借魏国强于蜀国的 国力和地理位置优势 生生的脱后勤 不计拖垮了诸葛亮 而且司马懿和诸葛亮一样 都是被先帝脱骨的重臣 然而诸葛亮竭尽心力的辅佐少主 司马懿却是按怀鬼胎 默默地进行着窃国的计划 二人高下立判 司马懿虽然没有直接篡位 但是他逼死大将军曹爽 楚王曹彪 驾攻卫帝曹芳的朝堂 囚禁曹氏宗氏 给自己的儿子司马昭铺好了路 这路铺得多么彻底 多么畅通无阻 想必很多人都听过一句话 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当时司马家族篡位的想法 是个人都知道 不过司马昭也没有称帝 而是继续父亲的谋划 不断削弱曹魏的实力 加强司马家族的实力 公元266年2月8日 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 强行逼迫为原帝 曹奎善让皇位给自己 登基称帝 国号为晋 史称西晋 国座仅仅只有51年 而这51年 司马家族霍乱全国 全族追求奢靡享受 科捐杂税层出不穷 百姓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甚至造成了一场 流毒三百多年的灾祸 如果仅仅是科捐杂税 也就罢了 司马家族的贪婪 却让迁入内地的湖人 起兵叛乱 最终导致了五湖乱华 这是一场浩劫 五湖乱华之后 全国人口只剩下了 曾经的三成 每十个人就有七个死去了 尸骨营野 人间抵御 司马炎上位之后 也为天下一统 而且没有外族入侵 于是一反司马懿和司马昭 谨慎谋划 步步为营的路线 开始追求 娇奢淫义的浮华生活 代舵处理正事 上行下校 西晋掀起了一股奢靡风气 古代著名的土豪 炫富竞争王石豆腐 就发生在此时 西晋巨富时 从与司马炎的舅舅王凯豆腐 王凯身为皇帝的舅舅 在皇帝的暗中帮助下 都没有赢过十重 整个西晋社会 都沉迷在奢侈之中 三国时期 北方的胡人不断内奸 魏国却把这些人抓去做奴隶 西晋自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胡人们过着卑微的奴隶生活 长期的压迫与奴役 最终引发了大规模的叛乱 司马炎曾经把自己的书败兄弟 和一堆儿子都封了王 前前后后得有二十个王 还把这些分封于各地 王爷多了 自然就有人想更进一步了 司马炎死后 王爷们开始争取皇位 因为当中以八个王爷势力最大 于是史称八王之乱 实际上如果司马炎的儿子 能力够强的话 未必不能压制一众书败与兄弟 坐稳皇帝的位子 可惜司马炎不太会教育孩子 他的继任者 晋惠帝司马忠是个傻子 司马忠这个名字显为人知 但是晋惠帝这个称呼 可就大名鼎鼎了 一个皇帝想要在史书上留名 乃至声名远播 一般就两种情况 要么是治理国家能力 出众的明君 要么是残忍疯狂 誓杀成性的暴君 而晋惠帝司马忠另辟蹊径 以纯傻笨而出名 著名的讽刺故事 何不识肉迷 就是晋惠帝做的事情 司马家族与权贵奢靡成风 百姓们自然是一不必体 食不过腹 有一年灾荒严重 百姓们流离失所 恶嫖遍地 有负责的官员 把事情告诉了晋惠帝 想让晋惠帝下令救灾 晋惠帝说出了经典台词 没有饭吃 那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粥呢 面对这么一个傻皇帝 诸多的王爷们自然不想头上 有一个傻子指手画脚 于是纷纷起兵 开始相互征伐 八王之乱前后经过了16年 16年间百姓们苦不堪言 本来就是在科捐杂税中 苦苦挣扎求生 战乱连年不休 也为战乱与压迫 胡人也纷纷起兵造反 而由于司马家族 曾经的压迫与奴役 胡人建立的政权 对于汉人也是奴役与压迫 八王之乱过后 西晋灭亡 剩余的司马家族渡江逃走 在南方建立了东京 而北方地区 本就深受司马家族压迫的汉人 被胡人统治后压迫程度有增无减 甚至被随意杀戮 五胡指的是匈奴 先被劫枪低 这五个势力最大的胡人组织 实际上的胡人政权更多 从汉末天下大乱开始 一直到西晋建立统一全国 普通人也在战乱中苟活了一百年 本以为西晋统一 没想到司马家族却是抽骨吸髓 疯狂压榨所有平民 司马家族见识不对 逃到了南方 北方的百姓 却因为司马家族对于胡人的奴役 而遭到了胡人的报复 北方百姓对于司马家 可谓是恨之入骨 八王之乱后 剩余的司马家族眼看胡人已经成事 压根就没想着开战 而是扭头渡江逃走了 在建康 也就是今天的南京 重新建都 史称东晋 国座一百零三年 逃窜到南方的司马家族 是否有所收敛 是否从八王之乱与五胡乱华中受到教训 开始认真发展国家 并没有 司马家族和别的权贵眼里 只有江东的奢靡生活 相比较于北方 南方的物产更为丰富 生活条件也更加好 于是司马家和权贵们 继续开始了压榨统治 他们只想在江南过舒服日子 北伐和收服失地 对于他们来说是费力不讨好 他们不仅不去做 还不让别人去做 司马家的嘴脸简直是无耻之极 虽然大多数权贵都是软骨头 但是也有人有着北伐收服失地的理想 但是这种人 因为忤逆了司马家族的想法 处处受到排挤与打压 乃至于死亡威胁 周松也为劝谏北伐 差点就被处死 雄员指责朝廷官员贪图享受 不想着收复失地 从京城大关被贬为地方小利 文臣都有不屈的傲骨 武将们自然也不会落后 成语文姬齐武的主角 刘坤与祖敌就是晋朝时期的人 刘坤被胡人所杀害 之后祖敌屡屡上书要求北伐 最终靠着少量的军队与灵星的物资 成功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地区 但是晋元帝担心祖敌威望太高 通过小人手段削弱了祖敌的军权 之后收复的土地再次失去 祖敌也郁郁而终 想要北伐的人 不仅得不到司马家族的支持 反而还会被司马家族背刺 一部分有志之士 越来越看不惯司马家族的人 偏安抑郁的东晋 歌舞升平的表象下 却是暗流汹涌 疯狂压制人们意愿的司马家 也必将遭受反噬 东晋司马皇族的奢靡生活 建立在对于普通人的无度压榨之上 而终结了东晋王朝的刘豫 就出身于这么一个贫寒家庭 刘豫出生之后 母亲就因病去世了 一贫如洗的家中 都无钱为母亲治病 甚至若不是姨妈 伸出了援助之手 刘豫差点也为没有钱 请奶妈而夭折 刘豫也是汉高祖刘邦之后 无巧不成书的是 和起于微末的刘备一样 他也卖过草鞋 可惜卖草鞋的收入 在交了科捐杂税之后 所剩无几 无奈之下 刘豫选择了从军 在战斗中 刘豫似乎找到了自己的天赋所在 他身为指挥者 具备很高的指挥作战天赋 更难能可贵的是 他武艺也非常超群 屡屡立下战功 成为中兵参军 跻身进了东晋的军事高层 东晋皇族提拔重用了刘豫 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是给他们自己画上了催命符 他们多年以来 对于普通人的无休止压榨 终于接触了恶果 出身贫寒的刘豫 自然不会放过司马家族 如果不是司马家族的科捐杂税 他的母亲也不会因为 无钱治病而去世 他也不会需要 由姨妈的奶水养大 去和自己的堂兄弟刘淮靖抢饭制 宋书卷四十七 列传第七 终极再道 刘淮靖 色呢无才能 是说这个人木呢 还没有什么才华 可能是因为小时候营养不良吧 不过刘豫也是知恩图报的人 之后让刘淮靖成为了金子光露大夫 你当初云我一口饭 我就让你一生无忧 环楚王朝的第一个 也是最后一个皇帝横旋 他逼迫金安帝善让 不过被刘豫镇压了 此时刘豫已经是东界实际上的掌权者了 但他没有急于覆灭司马家族 而是决定先北伐 毕竟司马家族已经是瓮中之鳖 但是北方还有大量的百姓被胡人压迫 于是南燕末代皇帝慕容超 西蜀末代皇帝乔纵 后秦末代皇帝姚洪先后被刘豫打败 收复了大量的师弟 刘豫在东晋的声望一时间无人能及 那么司马家族的好日子也即将到头了 公元419年 刘豫派人一杀了金安帝 司马德宗立他的弟弟司马德文 为皇帝也就是晋宫帝 说起来可能是报应 西晋灭亡时 晋慧帝是个傻子 身为一国之君 面对恶嫖遍地的大饥荒 居然能说出何不食肉迷这种话 而这被刘豫一杀的晋安帝司马德宗 也是个傻子 比起晋慧帝 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晋慧帝可能是没被教育好 可这晋安帝是真傻子 资质通鉴晋济 晋济三世终继再道 安帝诱而不会 口不能言 至于寒暑鸡宝亦不能辨 隐食寝兴皆非几处 什么意思呢 是说这晋安帝自幼就傻 说话也晚 不知冷热不知鸡宝 吃喝拉撒都不能自立 刘豫之所以 一杀傻子晋安帝之后 不直接登基 是当时有预言昌明之后有二帝 刘豫为了顺理成章 就又立了进宫地司马德文 不过也就立了一年 走个流程 毕竟刘豫还要下令全国诛杀司马家族呢 怎么可能让一个傀儡皇帝坐太久 公元420年 刘豫称帝 国号为宋 史称刘宋 而东晋末代皇帝司马德文 也被刘豫派人处理掉了 至此 曾经辉煌的司马家族 窃取曹魏的地位 逍遥霍乱了古代中国无数百姓 一百多年的司马家族 成为了历史的烟云 在刘豫下令全国诛杀司马家族之后 各地官员百姓纷纷响应 一时间 司马家族变成了街头老鼠 人人喊打 对于当时司马家族被追杀的情况 史书上并没有过多的记载 但是我们可以从其他方面去推敲一二 首先 如今全国姓氏为司马的人是少之又少 仅仅不到三万人 对比其他动辄几百上千万人口的姓氏 实在是人丁单薄 刘豫当初对于司马家族的追杀 有多强力可见一般 近乎于两千年过去了 依旧只有不到三万人 不过也有一部分人 改头换面变成了别的姓氏 把司马改为了四 马 冯 同等姓氏 躲过了追杀 瞒过了身边的百姓 代代繁衍至今 司马家族贵为封建王朝的皇族 但是却沦落到了被全国诛杀的境地 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对于百姓们的压榨 过于严克 可捐杂税 与全年无休的姚义 让百姓们心生怨对 君为粥 民为水 水能在粥一能复粥 把百姓们逼得活不下去 也就难怪会被全国诛杀 屠戮殆尽了